我们前面有影片聊到风水跟命盘的关系 那在那段里面我们聊到说 有的人他风水很糟 可是他住进去他也不受影响 有的人他即便那个房子状况大分的不错 可是一点点有问题 他一进去还是受到影响 这中间要牵扯到说你当下的运势状况 你当下运得很好 就好像你身体很健康 刮风下雪你还是很健康 你如果身体不好随便一点风吹草动 就要上风感冒了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单独的去讨论 你的风水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影响 原则上其实根本不能够这样子做 但实际上有一个人他身体非常的强壮 面对到暴风雪的时候 难道他完全的就不会受到伤害吗 不会 只不过他比你容易挺过那个伤害而已 但并不等于他不受到伤害 所以实际上来说 虽然我们在前段影片跟大家讲到说 我们要透过命盘来去看 到底你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风水的伤害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算命的时候 老师就跟你讲说 你家那个东西什么东西不行 你家那什么东西不行 目前一般命运圈的行情 算命就比较便宜 但改风水就比较贵 所以他不断地帮你导向你家风水有问题 那他时候情绪比较多 但有的时候这问题根本不在你家风水身上 你跟老公吵架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你太喜欢在虾皮上面乱花钱 跟风水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实的情况是如果风水 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跟习惯 我们生活的方式 那不管我的运有多强 我势必会被影响到 只是因为我运强的时候 我的命强的时候 影响的这个几率或力量不高而已 我们在上风水课的时候 我们也常会跟学生聊到一些观念 就是有一些房子 不用看你的命盘 基本上你就不能住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既然都要住了 我们是不是至少要挑一个 我虽然运很好 我虽然非常厉害 我虽然福德工强旺 可是在我可以挑选的情况之下 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挑一个 会让我破财的房子 我还是可以挑一个住起来舒服的 有一些房子 我们其实是完全不能住的 建议大家都不要去碰的 举个例子来讲 最常我们被提到的就是套房 就是一个单位里面没有隔间 他就只有床、卫浴这样子 连卫浴都没有的 那种雅房 那种台湾人叫雅房 那个连住都不要去住 就一个单位 然后隔了很多小的房间这样 然后公共厕所这样 那个大概只有学生去住那个 学生时期你不太学到重睡 那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你是没有隔间的 这样子 因为空间很小 你的生活起居 其实上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很好的规划跟很好的这种分离 工作有工作的地方 然后遇到遇到的地方 吃饭吃饭的地方 喂鱼喂鱼的地方 因为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区分 你会把所有东西都混杂在那边 所以基本上 风水学上很重视的居住的生活品质 要能够聚气等等这些观念 都没有办法在这边形成 所以这种房子是绝对不能住的 那还有什么房子是不适合的呢 在这种大型的便电箱跟电塔的旁边 有一些本身自己 体质状况就不是很好的人 他确实是会去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 这是另外一种 居住环境里面 如果说你的租缺位 所谓租缺位就是你的生活空间里面 最大的对外的空间 通常现在大部分都是你们家的阳台 客厅的阳台 阳台门打开 看到的是一条直直的马路 往你这边冲过来 而且这个马路厕水马路 我们回到家 在客厅里面很舒服的休息的时候 就你往厕所打开 看到那个车子一直过来 你的心是没有办法休息下来的 那这样子当然会不断的潜意识在影响你 还有什么呢 长廊型的 就是不透光的 联动并排的 然后那个他的窗户呢 只有最全端有个窗户 然后最后端有窗户 然后中间都是阴暗的 因为阳光进不来 然后中间都是阴暗的 其实啊也是不太好的 那从灵魂学的角度来讲呢 你终于在阴暗的地方啊 就会有不好的东西 大家很喜欢聚在这边 那这个也是比较差的 还有什么呢 客厅很狭小 而且你把很多脏乱的东西都堆在客厅 那这样子呢 也会造成你自己在居住生活上面的问题 这样子的房子也不能居住 那你说老师 那我把那个客厅打扫干净就好啦 可是如果你的客厅是很狭小的 或者是那种很扁的 现在因为土地很贵啊 房子也很贵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客厅啊 只割一点点给你 很窄很窄很窄 这样子的房子 也许其实也是不适合的 因为你在客厅其实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你是直接有一个很庞大的 面对一座墙的压力在那边 还有一种就是啊 客厅完全没有窗的 反而是厨房跟厕所那一边呢 有很大的窗 当你是在企业室住宅里面的时候啊 真正的租缺位 其实指的不会是你们家的门 而是那个在空间内 对外联系最大的洞 那可能是窗 可能是阳台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的客厅是完全无窗的 然后呢 你们家最大的洞呢 实际上是在厨房 或是在你的厕所那一端 那两边是颠倒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合理上来说 应该是空间内有洞的那个地方 才是租缺位 可是问题是你租缺位是厨房啊 厨房很容易杂乱 厨房很容易有很多堆叠的锅碗瓢盆 甚至是刀啊这些东西 你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心情上面我们觉得要仰望未来的地方 租缺位很大的重点是 坐在那边眼前望迹 那个视野会引导了我们人的格局 引导了我们的想法 引导了我们的心灵 但这个时候呢 你面对的去各种刀具啊 各种乱七八糟的过完瓢盆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好心情 所以这种房子当然也不能够住人 有很多房子是我们在光看到外形 我们就知道说实际上他不能住人在里面的 像香港会有很多这种圆形的圆弧形的 或是回制的 四栋大楼合并在一起 然后中间是空的 然后很高 这一类的啊都会常发生啊 有人啊直接跳在总厅里面 这个其实也都在风水上了 或是比较忌讳的事 很多人会提到说老师 可是我实在就是没有钱啊 我只能去住在套房啊 我只能去住在压房啊 我只能去住在这种 你说可能不好 但是因为他反正他很便宜 我们这边我还是要不断的跟大家说啊 你知道啊 有钱人是不需要好风水的 因为有钱人啊 他反正也不怕破财嘛 怎么破都破不完他的财富 反而是当你运载不好的时候 你更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正需要靠你的身体劳力打拼的时候 你更需要有一张舒服的窗 所以当你的运势很差的时候 你更需要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空间 潜移默化每天在印象很重要的点 绝对会远高于你要担心的交通啦 你要担心的那个会不会离朋友太远啊 会不会离市区太远 你宁愿去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通车来到工作地 都不要为了要去配合那个工作地 然后让自己去住在很糟糕的生活环境里面 那你只会越来越痛苦而已 稍远一点让自己换到一个好的一点风水 住起来舒服 慢慢慢慢的你的运营越来越好 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搬 我们就可以越搬越贵 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一些风水上的东西 聊一些风水上面很基本的一些知识 例如说呢 家中如果啊 你听到啊 人家跟你讲说 你家这边有什么煞啦 刀臂啦 或怎么样的话 你们知道吗 其实啊 把一个量饭店卖的那种熊熊大玩偶 放在那边就可以当杀了 根本不用花大钱 接下来呢 如果大家喜欢 我们就陆陆续续跟大家聊一些 风水学上面的观点以及啊 利用原本的风水原理 来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简单的来去改我们自己的居家风水 谢谢大家